在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中,广州恒大在长春亚太主场2比3被逆转,包了本轮中超联赛的一大冷门,赛成恒大球迷都在高调地喊着要进亚太多少个球,要把这只对恒大不服的球队打到服为止。 没想到的是恒大大议师荆州,客场汉府,而输掉这场比赛的罪魁祸首,就是一只有位球迷陈之位上岗内奸的张林鹏,比赛前长春亚太主帅陈金刚,表示会和恒大打对攻。 没想到的是比赛开始之后,长春亚太却是防守反击。 这场比赛让我想起了世界被墨西哥对阵德国的比赛。 德国虽然掌握了场上节奏,但给人的感觉却是墨西哥踢得更好一样。 广州恒大的控球率超过了60%,可是能够找到的机会却并不多。 相反的是亚太的每一次反击都能让恒大感受到被进球的威胁。 掌握了场上优势的恒大却被亚太的球员云瑞绿坚拨球门。 云瑞进球后12分钟,杨丽于为恒大打进帮平的进球。 第43分钟高拉特投球,为恒大顶进泛超的一球。 或许这个时候,很多球迷都认为这场比赛恒大应该是稳了。 可是亚太却并不这么想。 下半场开始之后,恒大一直想把2比1的比分保持到比赛结束。 可信亚太却想搬平比分,还为自己主场的同时,将恒大可信的称呼延续下去。 在上半场就因为认一球被攻破大门的恒大,好像没有吸取教训。 下半场给了亚太非常多这样的机会。 老话说得好长再喝,编走,哪有不识血。 第84分钟时,被动换上场的坦龙利用矫球的机会投球打进帮平的比分。 或许一场平局对于恒大也还能接受,可是恒大却跳着的模式的,继续给着对手认一球的机会。 第89分钟时,本场比赛的主角张林鹏亮相了,恒大在一个前场的进攻时,张林鹏接球之后,竟然不是选择向前,而是回传。 可是回传的力度太小,被亚太的伊哈洛抢断,与其说亚太这个球是抢断,倒不如说是张林鹏和亚太传了一脚好球。 伊哈洛一路带球狂奔至恒大进区附近时,将球分给了刚刚打进头球的坦龙,后准面对曾成冷静的一个推射得手,完成了对恒大的大逆转。 这场比赛输球之后,恒大聚防守的国安又将比分拉大到了6分,夺贯的希望难度再次加大。 恒大输球亦是卡帅对场上形式的把握不够,而就是张林鹏的奇迹传球。 张林鹏这样低级的犯规,估计是显出预备对节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